今天才花家才多少块钱 我一天六十块钱 是你妹妹搞的鬼 那我妹妹搞的鬼 我妹妹难道还拿了阿伟哥的微信 给她自己发信心呢 还拿阿伟哥的手机来发信心呢 不会吧 我妹妹再怎么也不会那么那个吧 阿伟你不要相信你妹妹 我是不相信我妹妹啊 但是我看到了证据啊对不对 是阿伟哥亲自给我妹妹发信心的 我都看到了呀 为什么还不相信我妹妹呢 虽然我妹妹她嘴巴挺坏的 但是她心没有那么坏 你妹妹搞的鬼 我都搞晕了 我妹妹搞的鬼 那我妹妹怎么可能会知道 用阿伟哥的手机给她自己发信心啊 没那么可怕吧 我妹妹她也 虽然我妹妹她坏了一点 但是她没那么可怕吧 我她们两个谁我都不相信 现在 我以前很相信阿伟哥 但是阿伟哥她做的和现在 自从我妹妹我们三个这样的认识之后 她做的和她说的根本就不一样了 她在直播节里面说一种 她在现实说是要做一种的 我都我都搞不明白 想一想不通 不懂 不知道是哪里错 哪里的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我不相信我妹妹 我不相信我妹妹 但是呢 那你们说阿伟 我妹妹是用阿伟哥的手机来给我发信心的吗 没那么可怕吧 叔叔阿伟哥姐们 我妹虽然坏了一点 但是没那么可怕吧 她还拿了阿伟哥的手机来给她自己发信心啊 怎么可能 对啊 你们说我都心了 我也不想都心啊 我也不希望 这个样子啊 我也希望阿伟哥 还像以前一样 对我 对我好 我也希望 我也像以前一样 相信阿伟哥 但是我觉得现在 不知道到底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我想 我想相信阿伟哥 但是呢 老是这样子 本来昨天晚上阿伟哥来找我了 我想着 他不是叫我回去吗 我想着今天去 今天我大意了人家宰花家吗 所以我想着今天跟人家宰花家 然后每天就回家的 但是今天他们两个又来找我了 找我了 然后我又妹妹又给我发了一些 阿伟哥给他发信心的 还有他哥阿伟哥 哎不说了这些 不说了说了不好 阿伟哥 你妹妹过意的 我也希望我妹妹过意的吧 我也希望我妹妹是用阿伟哥的手机给他自己发信息 然后截图给我的 我也希望阿伟哥给我妹妹洗衣服 给我妹妹牵手在这里玩在那里玩 他们这样子我也希望都是故意的 好 好 谢谢点赞 谢谢睡帅哥姐们 谢谢点赞 谢谢 我有点胃痛了 谢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书帅哥姐们 谢谢你们 谢谢 你问一问阿伟 阿伟哥就知道了 嗯 是啊 我一头 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卖 卖泡面的地方 没有小卖布 斩豆了 对啊 我斩豆了 对了 是乖哥姐吗 我应该今天 跟你们聊天 我每天就出去打工了 打工了 我就不直播了啊 我出去打工了 我就不直播了 你们以后就会去关注阿伟哥这样的 然后去看他们吧 嗯 所以这个抖音是阿伟哥教我的 所以我应该出去打工了 我就不直播了 请问别出去打工 别出去打工 那么那我去哪里呢 我能去哪里呢 帅哥姐吗 我去哪里呢 谢谢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 帅哥姐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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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我妹妹的蛋了吗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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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 我妹妹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 她就是她说的都是实话 其实 哎 谢谢点赞谢谢书来哥姐们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点赞谢谢 我也相信阿伟哥 我也相信我妹妹啊 好不好 我都相信他们两个 妹妹也相信阿伟哥也相信 是我自己的问题好不好 书来哥姐们 谢谢大家